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要繼續教這個比例的計算 那我們要認清楚一件事情 這個不用操 但是要知道就好了 當我寫A比B是2比3的時候 那這樣子這個比呢 你看到的這個2跟3 它只是一種比例的關係 A並不是2 B也並不是3 只是說A如果是比如說20 B就是30 這樣A比B是2比3 所以這個時候A其實是20 它不是2 它是2兩倍的什麼 那這樣子的話呢 B就會是3倍的什麼 如果A是兩倍的話 那B就是3倍 那這樣子的話也就是實際上 我們不能夠拿2跟3來計算 因為A不是2 B也不是3 所以我們在看到比例問題的時候呢 如果想要計算的話呢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為了要計算呢 我們要設一個位之數 那我們通常會用R ratio 是比例的意思 英文 所以我們會設R來去表示 當然你也可以設X或設A都可以 我們會設R來讓我們可以去計算它 舉一個例子來說呢 下面這個問題 如果A比B是1比2 然後A加B是180 A加B是180 A比B是1比2 那你說A如果是1 B是2 1加2是180 怎麼會呢 因為A跟B它就不是1和2 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呢 我們也許這樣算 就是 設透過這一條 第一條式子呢 設A是R的話 那B是2R 這樣A比B是不是就是1比2 就透過這個動作 把一個1比2變成一個R跟2R 這樣一來 R跟2R就是實際數字了 因為A跟B是1比2 它本來是1倍的什麼跟2倍的什麼 那個 它裡面有一個約分的關係嘛 我們透過前面兩節課你可以知道 其實比例有一種約分的概念 它可能是10跟20 那10倍約掉了對不對 到底約掉多少我不知道嘛 所以我就把這個不知道的東西設回來 於是A就變成R B就是2R 這樣子就是一個實際的數字了 那A加B是180 所以R加2R是180 於是你得到3R是180 R是60 這樣 透過設R的這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來回顧一下我們前面學過有關比例的知識 比如說呢 我們前面學到說這個比例可以約分或擴分嘛 這個如果A比B是2比3對不對 那同樣的它也會是什麼 這個4比多少對不對 那大家應該這裡都知道填6吧 我們可以用這個 設R的角度來想 我們先不管後面 既然A比B是2比3的話 那麼其實它也就 我們可以說A就是2R B就是3R 這麼一來呢 如果2R就是4 如果2R就是4的話 那R就是2 那麼3R B就是3R就是6 於是我就知道 如果A是4 如果2R是4的話 3R就會是6 這樣子吧 就是我們之前在說明比例式的時候 是用一種分數的或者是 概念性的方式讓大家去思考那裡該填什麼 那我們在這裡教了一個 設R的這個方法之後呢 可以讓我們來去計算 真的去算出這個比例 有一大包乖乖呢 弟弟吃的比姐姐快 於是弟弟每吃4顆 姐姐才吃3顆而已 如果照這個速度吃下去 我們去63顆裡面有幾顆是被姐姐吃的 所以我們來設 設弟弟最後 設弟弟吃了 弟弟每吃4顆姐姐吃3顆 所以他們吃的速度是4比3 所以弟弟是吃了4倍的 4的幾倍 那這樣子的話 姐姐是吃了3的幾倍 就是同一個倍數 的 乖乖 乖乖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那弟弟吃4 姐姐吃3 4 R加3 R等於63 7R是63 R是9 所以其實姐姐是吃27顆 這題 就這樣啊 其實很簡單 下面這個問題 三角形ABC中 角B60度 角A比角C是11 比13 球角C 那這樣子的話呢 角A比角C是11 C比13 所以一樣設 角A等於11 你也可以不要寫R 你也可以寫A 角C等於13A 要設一樣的 這樣子的話呢 11A加13A加60度 三角C 三角形內角合180度 不知道大家在鼓下有沒有選 沒有的話看一下 就是說三角形這三個角合起來是180度 180度 所以24A是120度 A是5 所以角C是65度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我們用這個設R的觀念來看前面寫的作頁 我們前面出的作頁呢 A A比B是2比負3 A3 色A4 2R 如果這個 不是應用問題的話 其實你這裡不一定要寫色 色A4 2R 但是寫色比較好 B是負3R 所以A減B就是2R減負3R 2A加B就是4R加3R 所以2R減負3R 減負3R加3R 所以是5R比上7R 所以是5比7 你會發現呢 如果只是這麼簡單的計算 有沒有設這個R好像沒有差 你拿這個 A是2B是負3 A減B就是2減負3是5 2A加B就是4加負3 所以這裡是減 所以是4減3是1 所以答案是5B 抱歉 那你會發現這樣子好像也是解開了 就是不一定要設啊 可是呢 我要跟 尤其是 看影片的如果是老師或者是家長的話 你們要留意就是學生他 如果他只是套數字進來算 他可能其實不知道 這個裡面色R的這一個核心的想法 那這樣子他在後面的計算就很容易會出錯 也就是說A不能夠真的當2 B不能夠真的當3 他其實是有一個倍數的 只是我們最後他問的是比嘛 所以最後這個比的時候會把最後的這個倍數約掉 只是因為這樣 這樣可以嗎 那麼我們來看下面這一題 我們多練習一次 多練習幾次 如果2A比-3B是1比1分之1 那一樣我把2A設成是R -3B設成是1分之1R 這樣就是1比1分之1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A是2分之R 因為2A是R A是2分之R -3B是2分之1R 所以除-3B是-6分之1R 這樣可以嗎 所以其實這個A平方呢 是4分之R平方 比上B平方是3分之1R平方 所以是4分之1比3分之1是 這個30 我們同乘36就好了 所以是9比1 可以嗎 這樣子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 剛才這個 如果 2A比 比如說2A比B 是 假設這個3比1好了 在之前我們是用想的嘛 或者我說這個用分數的概念 用比值的概念 2A比B是3比1 那麼B分之2A是1分之3 所以同除2B分之A是 這個2分之3 所以 A比B 3比2 對不對 那我們用這個比值的方式去做 或者我們用想的 兩倍A比一個B是3比1 所以如果一個 一倍A比一個B呢 那應該是這個 他的一半吧 1比1 對不對 2A比B是3比1的話 A比B應該是 2分之A的一半嘛 所以是2分之3比1 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裡 學了設R呢 我們可以用設R的方式來推導 就是 如果2A比B是3比1 所以2A是3R 可以設 2A是3R 而B是R 對不對 所以那麼A是2分之3R 所以A比B就是2分之3R 比上R 那R約掉 然後再同乘2 所以是這個3比2 這樣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式去做 好 然後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題啦 下面這題 這個 A-2B A-2B比上B-A 是1比4 那麼他要求這個A比B 不知道大家這題都是怎麼算的 所以一樣的我們可以用剛剛的方式做這個來設 設 A-2B4R 那麼B-A其實是4R 對不對 好 於是我們可以稍微這個 無視一下這邊的R 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常數 就是1和4這樣的常數 那這裡呢 是我們要解的二元一次 所以這兩四相加 你會得到 -B等於5R 所以B是-5R B是-5R 帶進來的話 你會得到-A是9R A是-9R 一次就解出來了 那所以A比B就是-9R 比上-5R 所以是9比5 可以嗎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得快一點 來看這一題 4比B是B比9 這個用內向相成和外向相成算會比較快 因為出現 這個位置數在對面 那你會發現B平方是 9436 所以B是多少 6636 但是B呢 它其實是6或-6 -6也可以 因為4比上-6也會等於-6比9 可以嗎 這樣比是2比-3嗎 這個是-2比3 但是-2比3就是2比-3 他們的比值是一樣的 好 那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也不用設 它2A比3B是A比5 那這個我們前面有提到過一個姿勢怎麼樣 當我寫成這個比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寫 就是我這裡是這個A比B等於C比D的時候呢 我可以比成是 A比C會是B比D嗎 可以嗎 我們那個時候舉例就說2比3是4比6 所以2比4是3比6 對不對 所以2A比3B是A比5 那你會發現2A比A是3B比5 所以其實3B是10 B是3分之10 這是這題 好 再來看之前的這個 A他佔了B的80% 也就是說 A如果是80% 80%是0.8 那如果A是80%的話 B是多少 B是那個全部 對不對 A是B裡面的80% 所以A如果是80%的話 B是整個B 全部 全部就是100%就是1 所以這個A比B是0.8比1 這樣子 那所以是 我們4比5 再來 A佔了全部的3層 其餘是B 那除了3層之外 剩下是多少 剩7層嘛 所以A比B是3比7 可以嗎 好 這是第一集的作業 再來看一下 點AB被直線這條所通過 求這個A比B的比值 那我們在前面的課程裡面講了 一個點被直線通過 代表這個點的數字 代進直線裡 會讓等號成立 換句話說 2B等於5A 所以A比B 我們剛才有說了 其實這個A比B 就是A就是2 B就是5 當然不是2跟5啦 是這個2比5 其實是2跟5 這樣子 再來 B是A的5分之4 雖然是分數 我們其實在口語的時候 講話分數 不會加的 講話分數不會加的 但是其實講B4A的5分之4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B4A的5分之4 倍 我們前面介紹到分數的時候有提到 這個比值其實就是一種倍的概念 B4A的5分之4倍 代表B比A的比值會是5分之4 可以嗎 也就是說如果A是5的話 B是4 這就是它的比 這樣子B4A的5分之4倍 我們用剛剛射R的角度來看 如果B A是5的話 B是4 B是4R嘛 這個 A是5R 那所以5R乘上5分之4是不是就是4啊 所以就是這樣子 那麼這是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所以我們這一集呢 除了這個稍微帶大家回顧一下前面的作業之外呢 最主要就是帶引進這個射R的這個 來解比例問題的這種想法 所以以後呢你們要知道比例 當你知道比例的時候呢 它只是一種關係 A不是就是2 B也並非就是3 但是A比B是2比3的話呢 那你可以去射一個是2R 一個是3R 這樣射出來你就可以算了 可以嗎 那我們今天的課上到這裡